小鞋子的脚都疼了 我们下一期 没有没有 大家知道今天还来了一位特别难见到的嘉宾是谁吗 C娘娘见到 春夏秋冬 恭喜我们C娘娘 哎呦温公公啊 这个刚刚是哪个东宫的宫女啊那么吵 她的本宫都有点乏累了呢 来春夏秋冬 学话题吧 春夏秋冬还没有自我接受 来阿球说一下 大家好我是宫女阿球 你 前嬷嬷 前嬷嬷 来给她工作快点 快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宫女 阿屯 你的名字是阿屯 阿屯 好,下一位 大家好 菲姨娘娘好 这一看 有个老慧 我是宫女阿夏 收工了,我是阿柱 这一看,贼傻 对 今年娘好 我是宫女阿 咚咚咚 这个一看活不过两集 对 那个是我的 马 马摩摩 马摩摩 干什么啊,温公公 来,把这个列队列起来 来,马摩摩说一下 马摩摩你有什么想转过的吗 没有啊 阿球也没有啊 到底谁要快点举个手 阿刀有两个 可是我忘了 什么忘 我没有看 阿刀,你先去感受一下 再上来啊 阿刀,看一下有没有我的 阿刀,我帮大家给我看一看 阿刀,把那张紫子撕下来 我要舒服的吗 我要舒服你 我一个摸摸,你别舒服了 都会越来越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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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没有 好了,阿刀知道了 阿刀 阿刀 我有两个生日祝福 第一个祝ID名为段正黎的 生日快乐 谢谢 还有第二个生日祝福 是祝归景惠里 同学生日快乐 谢谢 也 谁娘娘 还没用了一个 你让温哥哥来选吧 问公公 马嬷嬷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了 还是问公公来吧 马嬷嬷不要谦虚 我是马舅子 那个四吧 大家都说四 娘娘觉得一下如何 我觉得OK啊 娘娘怕什么 OK就 说一个认为其他队友绝对没有做过 但自己做过的事 来 问公公 问公公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以改成一个 说一个自己没做过 但某个成员能做的事 比如说我看到马嬷嬷就来了灵感 就刚刚在台下的时候 你必须演示一下 然后特别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马嬷嬷这种霸气是别人没有的 马嬷嬷该娘 好啦 然后C娘娘来吧 怎么试试到我这 对 就这样 现在MC你不知道了吧 就这样跳出来 对 到你了 你就是欺负我 现在是小鲜肉 对 绝对没有做过的事情 对 参加同学婚礼算吗 我做过 我同学的儿子八岁了 李强 我只喝过满月酒 什么 只喝过满月酒 然后你的儿子八岁 那你还是比我low了一点 好吧 那思思你呢 阿球你呢 阿球 哎呦 我中的牙齿 我没做过的事情就是 嗯 就是我们S队成员里面有一个成员 什么鬼 S队里面有一个成员嘛 他本身嘛 他喜欢穿 这可以讲吗 可以 好 你们说可以就可以 到时候扣的钱 你们帮我付啊 我 有个成员 他特别喜欢穿大号的内衣 然后呢 他自己又没有 然后呢 有一次我们去走机场的时候啊 就很挤 就不小心有人就撞了他一下 然后被撞下去的那边至今还没弹起来 就是 就是 就是也有很多人犯拍嘛 就是 他又 他又不好意思自己去弄 你说 哎挺好的 你装傻逼呢 是吧 就是这样 像类似的故事我也知道一个 而且是在这个台上发生的 然后是那个时候跳那个 呃 放手一搏啊 然后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嘛 啊 结果呢 在我前面的一个成员 我不知道他的舞蹈是跳的有多好 竟然是跳的奔开为止 哈哈 然后我当时我就惊呆了 然后他还在前面做这个动作 我又看到后面两个像翅膀一样 哈哈哈哈 这样的飞 我当时就 马上就去给他捂住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后面躺开了 哈哈 而且这个人今天也来参加公演了 哎 我说的那个人他今天没有来哦 哈哈 真的假的 哈哈 哈哈 我刚才想的一个人 你还想什么都没说 我真的不是说你也真的 嗯 下次别这样了好吗 哈哈 哈哈 不尴尬呀你说是不是呀 好吧 因为有因为没有的 阿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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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对 因为他害怕就是 他要一个人看着他 对对 而且他的门一定要开着 让你坐在马桶上 是的 我还把手机很太洗澡 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那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啊 你们以后不想看吧 好吧 那以后就不麻烦我和小爱了 行吗 行行行 下次来还有点害羞 哎 你说的这么勉强 弯弯的身材很好的 那我笑试赶紧找弯弯前被伤了一下 哈哈 你们现在就在这个台上直接约早了吗 你们记得这样随意的约早 有考虑过马公公的心态吗 哈哈 我的心态非常好啊 怎么样啊 身材好的人都是那么仔细的 好那 阿夏 哎 刚刚这个话题一出来我就觉得 就是我很尴尬 因为之前这个我们台上 在这个舞台不是之前有爆料吗 说什么 虽然很尴尬 但是这件事情绝对是没有前面可以做过的吗 在台上我玩啊 啊不是 哈哈 那在哪里啊 对着监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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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有监控 是难堂干得出来的事 然后呢 其次我就想到了另一个事情就是 拿洗脸盆接水喝 这个事情也是没有人做过的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种什么呢 奇 不是 这个叫什么呢 蹦叫奇女子 就是什么呢 M78新来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完了 马公公你呢 马伯伯 我啊就是有一次你们都没有过的经历 啊 你们想多了 就是我们有一次我前辈庭 我们人多了 去了 我前辈庭 你怎么扯上我了 那个孔潇银 呃 袁玉珍 温金杰 冯新朵 是吧 是吧 对 然后 就是 多少个人 我刚才说的 一二 六个六个六个 六个人 你知道吗 我们进团以来 坐过一次警车 这又是一个惊天料了吧 又是在江湖认识了 为什么 你知道有一天吧 我们六个去泡澡 跟泡澡没有关系啊 就跟泡澡没有关系啊 对 就是一个 就是契机 就是我们六个去泡澡 然后泡完澡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打车 然后回到中心嘛 然后结果 我当时 就三个人一辆车 就是三个人 三个人一个车 然后温宁杰和袁宇珍还有我 然后是一辆车 结果呢 什么车不能打 这两个大傻子 非得跳上一辆 就是在停 在倒边的车 他们直接就上了 那个司机一看 就那种不正经的那种车 你知道吧 对 结果我们就坐那个车 回去了 然后他们骑马走了 得有半个小时 对 这人 骑谁 然后他们就是坐车 走了 骑马 坐了得有 大约 大约 也得有半个小时 哎我告诉你我这开过啊 然后大约也得有半个小时 然后结果呢 我们在后面就是也坐车了嘛 然后结果后来 等到我们在那个中心 我们前面要有一个掉头的地方 我看到那个架务表一下子 已经跳到108了 对 其实从我们那到炮藏那个地方 只用30块钱 我想说我在 我们打了110 我在上海也活了20多年 这点距离我应该是有一点概念 而且从剧场到中心 刚70块钱 他们 他们从炮藏的地方到中心 怎么会打出100多块钱 他们才304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师傅 我就说 师傅啊 你跟我绕路是不是绕得太远了 结果那个师傅说 你不是走高架吗 我说 我说让你走高架 也没让你把全上海的高架都走了 对 然后他就没办法再走钱 然后那个师傅又开始在车上 跟我们凶起来了 然后当时一看 不行 不能跟他吵 非常机智 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学一下啊 很机智 没报警 打我了 电话 不是太机智了 然后后来 后来他就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 孙瑞 你们到哪了 然后我说 我们到那个掉头的地方了 然后他说 太巧了 我也在那 你在楼下等我 不是 你说你们打了多少钱 我说打了30多 然后他说 嗯 太巧了 我们打了100多 然后说 那你们一会下车之后 一定要在那个下车的地方等我们 我们打了100多 然后我想 我说行 你让他开进来 然后 我们那车停了之后 就看见三个人 他们不是去泡澡吗 全身就穿着那么长的羽绒服 戴着黑帽子 而且是那种全黑的 戴着黑口罩 我不知道为什么遇到这种事 我总是穿黑的 不是 三个人 遇到这种事 所有人都穿黑色的 对 嘴一高 然后就这么走过来 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止 然后那时候 Kiki和戴蒙 戴蒙蒙 也正好也泡澡回来 对 就刚好路过 就我们冲了人 正好也穿着黑衣服 然后就 而且那时候天都黑了 在那个楼底下一群人 然后我们那车开进来 我一看的时候 来 先来谈谈 对 然后我就把车门一开 我说怎么回事 一百多那怎么 怎么开的 然后那司机他就想吓唬我 然后他就以为 我从小就是被吓大了 我还怕他吓唬了 然后他就 因为他刚开始坐在车里嘛 然后我在副驾驶那门一开 我在小钱那边一开门 我说怎么回事一百多 然后司机想吓唬我 啪就下车了 下车之后 咣棒一棒就冲我过来 结果他就到我这儿 对 对 对 我跟你们说 其实我们开玩笑都是那种 你别打 你别打 你别抽都别抽 结果那天真的是 对 然后其实我就这样 我说你怎么回事 就指着他脑挖底 他指着他脑挖底 他指着他脑挖底 然后小钱就上来了 哎 司机说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然后后来 后来 然后你司机来了 我告诉你 然后后来他就说 那报警吧 然后司机说你付不付吧今天 然后我们说不付 然后他就说那报警吧 然后司机说好 我告诉你 报警来了你就必须一百块钱 我说好报警 然后我们就来报警 然后呢过会儿警察来了是吧 然后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想了想 不行警察这样看我们 我们有六个人 而且全是黑衣服 对 站在那儿 我们明明受欺负了 不是戴帽子 又戴口罩 太有气势了 然后我们就摔掉了 两个最弱的 然后温妮杰和元宜真 先回去 然后我就想 然后我就说 温妮杰元宜真 你们先上楼 我说咱们人太多了 但是我跟元宜真 特别担心他们 然后我跟元宜真一说 我们不能走 我们不能走 结果他们说走走走 你们快走 对 因为温妮杰还得跟人讲道理 这个GPS上 上面就是说了这么多 你怎么开了那么多呢 你这样不对 你怎么开的 你还跟人家做这个应用题 8.4公里 然后乘以每公里多少多少钱 应该是多少多少 然后我们就想 那算了算了 让他们先上去吧 然后过会儿警车就来了 警车 不是吧 不是吧 然后来之后呢 就那个司机特别气儿 他就想觉得他是弱者 明明他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他恶人先告状 先冲上去了 说警察你给我说 他们不交钱 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当时嘛 我们这时候付了40块钱 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给他们50 然后他就想 说不行 你报警吧 50我都不收 我就要你报警 你报警来了我100块钱就 然后我们就想那不能数 必须让他报警 然后后来警察来说 就嫌恶人先告状嘛 然后我们就 我们也是 我们也都下车嘛 我们就去跟警察 特别客气 警察叔叔 我们洗澡回来 然后 就是说 我们泡澡回来 然后打车 然后打了108 反正就是把这个事情 触述了一遍 其实我觉得最经典的是 孙瑞和那个司机 两个人争执起来 因为司机耍流氓嘛 老是说不正经的话 然后司机就说 就骂了他一句 说 那司机说遇到我们 就像遇到鬼了 然后司机说 不是 我说 他说 哎呦三个女人一台戏 明明我们四个 你说少谁呢 我就笑 这一句 是让我最来气的 因为我 萧莹姐 混音多 口交一份 前面 我们四个 他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然后我当时想 我说 我说对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一个男人就一台戏 我说告诉你 就现在过年了 你就在坑蒙拐骗 正好遇到我们这些正义的了 今天就治你了 然后 然后后来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你们快点 协商解决了 因为警察也不想管我们这些事 然后后来呢 后来司机就有点服软了 因为他知道我们就很硬气 然后他说 那五十吧 给五十吧 然后萧莹姐一听 你刚才怎么不收五十呢 就给四十 然后 你知道最精彩的是什么 对 就我跟袁远珍不是回去吗 然后我们就好担心他们 然后我俩就躲在一个房间里 就一直在那里说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还不回来好晚了 结果突然看着他们谁回来了 然后我们就问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结果那个人说 赢了 对 对 然后后来我没讲坐警车 然后后来 然后萧莹姐说 就四十 然后那司机不干 因为我们第一辆车 确实打了四十四块钱 萧莹姐非得要四十块钱 然后后来 后来那司机说不行 然后后来 然后那个警察说 行了 你们别磨叽了 上警车吧 都带回局里 那时候我们有四个人 然后警车上面 除了司机还有一个警察 然后只有最后一排 我们四个乖乖的都挤上去了 然后坐人 然后那警察 然后那个司机说 一想 那肯定我们到警察局 也是这样的态度 然后司机就说 那算了 结果不是 那个司机还特别欠 你说我们坐一排 你拉这边门和拉这边门 你随便拉一个 运气老差 就拉苏瑞着 一拉苏瑞一站 又行半个头 对 他主要呢 又想吓我 我们四个坐好之后 他啪啪门一开 他说你 我一脚出 怎么了 然后后来 后来他说 然后他就 他说那四十吧 然后我们就赢了 然后我们就四十块钱 就结束了 是吧 对 确实没人做的任务 维护正义 行了吗 后面的人倒是很奇怪了 别好笑 小钱回来吧 好了 那 阿东呢 阿东啊 阿东说过了吗 没有 阿东说 阿东 说一个大家可能真的没有 没有过的事情 就是在跳舞跳舞的时候 他恰恰写跳出去了 哦 我有 你也有 你也有啊 对 我还记得那次是一个古装公演 然后跳的是什么 没有 我还站在这儿 然后是他就飞出去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个工作人 每次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 我飞出去了 我在想 要不要剪呢 不剪也不行 没了 耶 好 接下来 请让我们欣赏下一首歌曲 扭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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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连梦